单身狗们今年一定高兴 能够名正言顺的 快快乐乐的过一年 单身有单身的烦恼 但没有双身的烦恼 双身有双身的烦恼 没有单身的快乐 单身有单身很多快乐 现在我就不好过多的说 再说了 你们有多少人 是实实在在的单身 我估计啊 百分之十 为什么大家都能够自嘲自己是单身狗呢 这个 其实在我们这文化中呢 是有这传统的 不要老认为这狗不好听 犬子 狗的儿子叫犬子 你觉得狗是骂人的吧 但狗 这个词犬子呢 是个字迁的词 过去这个生活中经常会遇到 我们现在啊 是离过去那种文化传统太远了 所以你听不到了 你像你要读《红楼梦》就能看到 《红楼梦》第114回的时候就这么一段呢 当时啊 真宝玉的父亲真英家呢 蒙圣恩啊 起父啊 赐还侍职 官父原职啊 来京拜见皇帝啊 知道这个 贾母呢 心丧 然后就来贾府 就是看望 这个 真英家呢 就对贾政说呢 帝啊 自称自己 帝奉旨出京 不敢久留啊 将来呢 贱眷到京 这用字迁啊 就是我的家眷啊 叫贱眷到京呢 少不了要到尊府来 定教小犬寇贱 他说定教小犬寇贱 说的是谁呢 就是让他儿子来拜见你 不是他们家 另一狗来 跟你这磕头来 不是 贾政呢 就送他出去以后呢 这个贾连和宝玉呢 上去就请安 贾政呢 就指着宝玉说 这是 我的第二小犬 名叫宝玉 他说贾宝玉是第二小犬 就啥意思 就是第二条小狗 这犬子呢 就这么来的 所以古人 千词 管自己的儿子 都叫犬子 小犬 第二小犬 那有犬子 还有什么词呢 有犬妇吧 什么叫犬妇啊 儿媳妇呗 儿媳妇就是犬媳妇 犬的媳妇 现在中国人啊 把这个很多过去很好的文化传统啊 像自迁这个词都丢了 特别可惜 我们现在既没有签词 也没有敬语啊 敬语几乎不用 好像北 我一问啊 他们说就你们北京人才说您呢 各地都不说您 就直接说你 也不说贪 这贪 他底下加一心 说他老人家都不算这个尊敬 说贪老人家 贪怎么样 就是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 对这个长辈的尊敬呢 是他不在现场 所以对他还如此的尊敬 出现一个词叫贪 现在这个字啊 一个汉字底下加个心 都多了很多含义 比如现在有个字叫怼回去吧 这个怼这个字啊 是个图语啊 其实这个字 一个对字底下加个心 还念对 他不念怼 但我们生活中呢 经常说 说他怼了我一下 就是他顶了我一下 比如土话说 俩车怼一块了啊 就俩车撞一块了 所以这个怼这个词 今天生活中啊 尤其网络上常见 就谁把谁又怼了 谁说一句话 有人反驳一句就叫怼 怼是一图语 那么说狗啊 狗文言就说犬了啊 犬还有什么呢 犬马 犬马之牢 犬马 他表示什么呢 表示臣服 表示效劳 表示忠诚 我们讲过都陶官啊 唐英 从47岁到景德镇 47岁在古代已经很大了 今天47岁应该也不学艺了 一直干到多少呢 干到75岁 那时候还真退休晚啊 47岁按照今天的男人 还有13年就退休了 但人又多干了15年 再加起来28年 所以当时乾隆就想让唐英的儿子啊 唐英宝接班 唐英的奏折就这么写的 他说奴才犬马 年齿七十有五 气血日衰 医药不能塑效 奴才啊 我讲过啊 满族人对皇上 对清代皇上自称奴才啊 称臣 就是臣犬马 那就是汉人了 那么他说奴才犬马 就用的是自迁的词啊 年齿七十有五 七十五岁了啊 就这个意思 那么犬马之痒呢 过去就是为供养父母的一个 这个迁词 那么犬马之痒呢 就说的是自己的年龄啊 你比如这个 说自己年老体衰的时候 还会说这样一个词呢 叫犬马齿索啊 什么意思呢 就牙齿都没了啊 过去古人不会香牙 你看我牙也掉好多 但我能香上 那古人他香不上吗 就说犬马齿索 牙齿没了 你说这个古人啊 把自个儿的牙叫犬齿 你说我们嘴里 怎么长出一狗牙来呢 就是原来我问过这问题 有个人马上就回了我一句 说那难道不说 咱嘴里还能长出象牙来吗 这狗嘴里吐出象牙 但咱人嘴里能吐出狗牙来 为什么能吐出狗牙来吗 我告诉你啊 我们牙里 我们满口的牙都有名字的 上四颗前四颗正面的啊 正面的这四颗也 八颗牙啊 过去就叫门齿 看门的 跟四扇大门似的 这叫门齿 紧跟着啊 从中轴往这边数第三颗 往这边数第三颗 上下各第三颗啊 这叫全齿是尖的 你所有的牙掉了 也得把这牙留着 为什么这牙 牙根比平常的牙都伸一倍 然后啊 第四五六七八九 七八没九啊 你要长成九呢 你就长成动物了 那么四五是前旧齿啊 这个六七八是旧齿 这是过去 今天全改了 今天你要是学医啊 学牙科 他肯定不这么叫 他叫什么呢 前面过去这门齿呢 叫切牙 跟菜刀似的 切下来 切牙 那么过去的这个全齿 叫尖牙 非常科学 我们过去是文学的名字 叫全齿 像狗牙一样 现在呢 就是尖牙 后面呢 依次就叫磨牙了 就是你磨磨磨 就是吃东西来给磨嘛 那么全马这种自称呢 这个是一个很自谦的说法 就是把自己的身格降到最低 表示对对方一个尊重 那么可是你知道这个 如果你骂别人啊 你说这人是一走狗 那就是骂人了 没人说我自个是小狗的 没有 说小犬 一说狗就是骂人了 所以在古代啊 这个文化中的这种差异啊 都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在狗和犬之间 它是有一个选择的啊 狗 犬 熬 熬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动物 这理机上就有规定的啊 说大者为犬 小者为狗嘛 尔牙利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 这个尔牙利怎么去解释呢 他说未成豪 狗 什么叫未成豪啊 就是没长毛的 都是狗 就小狗嘛 那么古人又这么说啊 古籍上说 犬高四尺 约熬 这个犬高四尺 不是按照今天的高度 第一古人的尺小 第二呢 我们今天说动物的高度 只尖高 但古人是认为他最高点 所以能有这么高的狗 那就叫 叫未熬了 怎么今天就是狗年谈狗嘛 讲讲古人对狗怎么说呢 古人啊 有规定的 说孝犬者啊 就是你喜欢这狗的啊 你使用这狗的呢 左牵着 左边牵着 右边就不对 所以苏东坡说 左牵黄右牵苍 右牵苍 就是苍鹰啊 你还真不能说 这个左牵苍 右牵黄 那你看看 左牵苍 右牵黄 是这姿势 要是 右牵苍 左牵黄 是这姿势 所以古人 他有规定 这个 跟我们人类关系啊 尤其跟中国人 这个 跟我们这个农工民族 关系最紧密的 六种动物呢 这个叫六畜 畜是指畜生 今天汉语词典是这么解释 六畜啊 猪牛羊马鸡犬 猪牛羊马鸡犬 但古籍里不这顺序啊 古书里不把猪排前头 古籍里是这么排的 马牛羊鸡犬猪 这猪呢 排最后 那么古人 为什么这么排序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呢 古人认为马是这个战争中的重要的军备 所以马排老大 马牛羊 牛呢 能耕田 负重啊 这个牛呢 任劳任怨 所以排第二 马牛羊 羊呢 提供羊毛啊 可以让你这个预寒 所以羊排第三 马牛羊鸡犬屎 这屎就是猪排最后 为什么呢 猪没什么用 除了吃 没别的事 鸡呢 能思沉暴晓 每天叫你醒了 狗呢 能够守夜防患 防止别人侵扰 防止别人偷东西 它有功能 所以猪呢 就唯一就一个功能 就是说让你吃掉它 那么狗是人类 最早换养的动物 现在的证据 大约在一万四五六七千年前 到底是多少 我看到数据不一样 就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吧 狗就被人换养了啊 那么狗到今天 它的基本功能没有丢掉 比如现在还有牧羊犬吧 搜救犬吧 集图犬吧 导王犬吧 它是帮助人类 提高生活品质 早期的这个人类养狗呢 就是人的帮手 帮人打猎嘛 那么这些功能呢 就是说保留到今天啊 一直保留到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还喜欢 带着狗打猎呢 去抓野鸡去 抓野猪没抓着 把人家猪咬了 咬了以后呢 还赔人钱 那都是我小时候干的事 那么你看王上香先生啊 当时那老北京八戒子弟 就这个工 那个喜欢一个运动叫什么 叫猎欢 欢呢 是一种 这么大一动物 那欢那东西特凶 欢呢过去熬出来 那欢油呢 至烫伤特别管用 我小时候家里还有欢牛呢 这个 王先生啊 王上香先生当年呢 就是喜欢这个捉欢 所以就养很多那欢狗 什么叫欢狗啊 不是跟欢交配生出来的狗 是抓欢的狗 所以他专门写过这个欢狗谱 那么这个欢狗谱呢 挺有意思的 他写完以后 大概隔了有半个世纪 哎 这东西还存在 所以就很多人就看到 他当时怎么写的了 你不要随便跟你说几句啊 他说头号狗三尺六 二号狗三尺三 三号狗 别小看啊 就是长得筋豆也咬欢 就是这狗啊 不分大小 大狗呢 大狗呢 有三尺六啊 那种那种大土狗 土狗 三尺三就是二号狗 就是小一号 再有那种很小的狗呢 北京话说筋豆 筋豆是什么意思呢 就能折腾 你很难弄的 你比如说这食物筋豆 就半天咬不碎 咬不烂 铁蚕头都筋豆 那么 王世强先生当时对他有很多具体的描述 比如头应该怎么样 这个嘴应该怎么样 什么腿应该怎么样 反正说的都是这些很行话 我也不太懂 他带着狗去捉欢呢 就是在这个北京郊区啊 甚至跑到河北去啊 他是变成了当时的一个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个野外活动 我们今天是不可能了 今天 在北京打猎 打什么猎都是违法的啊 首先你不能有猎枪 第二呢 没有哪个动物能让你打 现在动物大部分都是保护动物了 你能看到他就很不容易了 甭说你去猎杀他 那么今天 养狗的人非常多 有一个数据说 中国养猫的人五千万 养狗的人也有五千万 这狗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啊 跟我们的关系特别亲密 但有一个事啊 每年都是新闻 这什么事呢 就是吃狗肉 吃狗肉这事 每年都闹事 这个 喜欢养宠物的 喜欢养狗的人 最反对就是这件事啊 但中国啊 地大 吃狗的地方很多 我能想起来的地方啊 比较典型的 首先是 东北的延吉 因为延吉呢 朝鲜族人多 朝鲜族有吃狗肉的习俗 我在以前讲过 我在东北 14岁到东北 去养的第一条狗 叫灰灰 当我一天一天 把它养大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就被他们背着我 把他杀了 给吃了 我就特别的伤心和愤怒 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快50年了 我记忆犹新 就痛苦 还有哪吃狗肉呢 就每年闹事最凶的啊 广西御林 狗肉节 三福天 就着荔枝 吃狗肉 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火 都能压下去 再有是哪呢 我去徐州 江苏佩县吃狗肉 因为他有历史典故啊 史记记载 刘邦手下有个名将 叫樊快 樊快小时候 就是土狗为生 就杀狗为生的 刘邦就跟他关系好啊 就是老吃他的狗肉 不付钱 就是关系好 就是吃人东西不给钱啊 时间久了呢 这樊快就不高兴 不高兴的 为躲刘邦呢 樊快就把这肉摊子 就牵走了 牵走了 牵哪去了呢 就牵到了今天的 这个威山县啊 就下阵 就是当时的湖东下阳 刘邦就文讯又赶去 找不着船呢 突然游了一只啊 大甲鱼啊 这个大王八 巨大的王八 刘邦就游着就过去了 找他去 又去吃狗肉去了啊 那么这就是沛县地区吃狗肉的文化传统 当时据说这个狗就跟王八一块煮嘛 所以就有了这种现在叫圆汁狗肉 就是王八汁 王八和狗一块炖啊 我们有一道名菜 叫做霸王别鸡 就是一只鸡和一个甲鱼在一块炖 就叫霸王别鸡 其实还有一道名菜呢 就是霸王别狗啊 跟这狗一块来 所以这个文化 吃狗肉的这个文化传统 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去徐州 朋友们盛情招待 一上桌 一大盘狗肉 我当时呢 就跟他们这么说的 我说啊 你们吃不吃 是你们的事 但今天你来请我 我是不吃狗肉的 我不仅不吃狗肉 我不愿意在桌子上 看见你们吃 如果你们执意要请我吃这顿饭 那我劝你们 把这狗肉给我端下去 我就看不见它 我就不能看见它 所以他们以为在当地 拿狗肉招待你 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待遇啊 这个当地的特产嘛 但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文化冲突 我们今天保护动物啊 缺乏很多法律 今天吃狗肉和不吃狗肉之间的这种肝脏 都没有法律依据 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啊 这种保护动物的法律呢 会越来越细致 我想不能吃狗 不能吃猫这些事呢 很快就会提到意识日程上来 你不信你到西方去 你到西方去 很多国家你吃狗 你在当中要杀狗 我保你做监狱 对不对 你肯定会做监狱 因为人家有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那有人就问我 就说 这个猪能吃狗 怎么不能吃 不都是动物吗 是都是动物 但动物和动物有所不同 它不同不是动物之身物种的不同 是我们赋予它文化上的不同 我们养狗养了一万五千年 它做了我一万五千年的帮手 你要吃的 这肯定是不行的 培养猪的历史就几千年 就我们幻养猪的历史 我们幻养猪的目的就是为了吃肉 你除了吃肉 它不能帮你干什么事 据说现在能帮你排雷 就算它能排雷 咱生活中有几颗雷 能让它排 所以我们今天吃不吃狗肉 吃不吃猫肉 它是一种文化 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的文化致敬 或者说妥协 那我想我们就有赖于我们尽快的 关于保护动物的这种法律出现 一旦有这种法律出现 那你再去做 那就是违法 那我们很多人说 那我们这个狗的文化形象不都是负面的吗 我告诉你 狗的文化形象一开始一点都不负面 鸡狗本来就是搁在一起 就很和谐 你家里养着鸡养着狗都非常和谐 是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 他说的是鸡犬之声相闻 你能听得见 是一种和谐的景象 比如鸡犬不宁这个词 这词最初是出自唐代柳宗元的捕舍者说 他说哗然而害者 虽鸡狗不得宁言 就是这个 这是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 鸡犬不宁 那么唐代 安史之乱以后呢 实际于他就非常动荡 那个实际于一动荡呢 这个官员就搜刮民质民膏 各种科捐杂税就全上来了 所以老百姓就没法吃饱肚子 柳宗元写捕舍者说的时候 就讽刺当时的一个实证 那么鸡犬不宁这个词呢 我们今天看它是一个负面的词 是吧 是一个贬义的 说这个谁谁谁 把那个地方闹得鸡犬不宁 它是个负面的 但是它的本意啊 这个词汇的本意呢 实际上是描绘一个状态 跟我们刚才说的鸡犬之声相闻呢 其实是同样一个状态 证明什么呢 它证明人类我们农耕民族养狗 养鸡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跟鸡犬不宁这个词非常接近的一个词 就叫鸡飞狗跳是吧 鸡飞蛋打 其实都这个意思 都是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一个负面的词啊 这个词其实鸡和狗本身呢 并没有这个负面的含义 而是人类的情绪转嫁了 那么当然也有很美的了 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很美的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联啊 一个对联呢 叫这个鸡犬过双桥一路 梅花竹叶 这个字对啊 这是上联啊 我很年轻就知道这个字对 这个字对也算千古绝对 就是没有人能对得上来 能对得像他这么 这么意境啊 非常美又非常自然 鸡犬过双桥 下了双的一个桥小桥 一层白跟饱雪似的 鸡犬走过去以后 一个狗和一个鸡走过去以后呢 狗的爪子像梅花 这个鸡的爪子像竹叶 所以叫鸡犬过双桥 一路梅花竹叶 非常漂亮 意境非常美 但就没想到 这个联的下联就对不出来了 很多人都在对啊 我在这个网上看过很多 包括过去的书中就有描述 对的都不够好 你比如有人对啊 说鸳鸯游避水满池习有笑脸 这实在意象不美 鸳鸯本身是一种动物 鸡犬是两种动物 这个燕鹰穿绣木 半疮欲剪金缩 比较生硬 燕鹰对这个鸡犬呢 相对好一点 而理论上讲鸡犬呢 一个是琴 一个是兽 就叫过去古人叫灵毛走兽 那你下联队的时候 你要不然就也是灵毛走兽 那你最好换两种动物 比如你换一个两膝类的 换一个爬行类的 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有人还对过叫 尹蛙鸣草地 满天笛蕴鼓声 这个相对好一点啊 尹是蚯蚓 蛙是青蛙 你看蚯蚓是虫 蛙是两系类动物 鸣草地表现的是声音 过双桥是表现的是 这个意境是你看见的 这是你听见的 他说满天笛蕴鼓声 这鼓声我可以理解 是挖鸣如鼓吗 但这笛蕴呢就说不清楚 这笛蕴是谁 你哼不能是蚯蚓啊 蚯蚓不发声啊 所以这个对的呢 就对的不好 所以我看看 我们的观众和网友 有没有有本事的人 能把这个千古绝对对出来 对的天衣无缝 比如我们过去啊 读古典小说水浒 那水浒传里就说呢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积极如丧家之犬 茫茫如漏网之鱼 那么丧家犬啊 丧家犬就是 一丧家犬一落水狗啊 过去我记得北大教授李玲 写过一本书叫丧家犬 写的就是丧家犬 这书名叫丧家犬 结果呢 我认识一人啊 这人就没事呢 买书啊 喜欢买书送领导 巴结领导啊 巴结他到上司啊 结果那天呢 买了这么一本丧家犬呢 送给他领导 还单独送的 你说你送一锣也好吧 就送一本丧家犬给领导 这领导当时拿这本书没在意 就扔桌子上了 晚上看见了 一看 说这书怎么叫丧家犬呢 就打一电话问他 说我问你 你送我这丧家犬 啥意思 这哥们啊 顿时 晚上接的电话啊 就一背心一裤衩全湿透了 就是送书给送坏了 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成语中啊 关于狗的负面为多 比如说 鸡灵狗碎 说这人鸡灵狗碎的 比如说狼心狗肺 说这人坏到家了 狼心狗肺 比如盈盈狗狗 盈盈狗狗这词呢 是当年韩玉 这个创造的 这个现在是一个成语 盈盈狗狗 他说呢 盈盈狗狗 区区复凡 这个词呢 这个实际上很难 它是双音结构 两个字是一个音 但是意思完全不同 第一句话说呢 不能像苍蝇那样 钻盈 也不能像狗那样 狗且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狗且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诗和远方 这是这个高晓松的话 其实高晓松这话 就是从韩玉那话套过来的 盈盈狗狗里套过来的 再有呢 这个古人认为狗呢 属羊 姓造嘛 你吃狗肉 你吃几天昏迅都冒火嘛 起大包 火气特大 所以狗是羊 鬼呢 是阴的 所以这个鬼就怕狗 那么 我们说这个 这些都是一些 过去文化中的符号了 这究竟有多少人信呢 也不一定 今天有更多的人信 就是听着一乐 但是我们关于狗的文化 在这些年呢 不停的在延伸 比如我们一开始就说的 单身狗 过去谁说自个儿是狗啊 对吧 只能说自个儿的 儿子小狗 也不能说自个儿是狗啊 那么比如现在 最愿意说的一个词叫什么呢 撒狗血 撒狗血 这个撒狗血这个事 还让我理解了半天 他理解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的是电视剧啊 比如人家说 那电视剧特没劲 撒狗血 就什么撒狗血呢 就过度的 夸张 胡编乱造 胡扯 巨型呢 就太狗血了 就是完全是编的啊 其实撒狗血的这个原话呢 过了 就是过了 不成 过火的表演呢 他有时候为了讨好观众 尤其在过去啊 过去上台以后 他不像现在有电视镜头能推上去 你在远远的一大戏 圆子有人看不清楚 所以他就非常容易过火 这一过火呢 就就就出问题了 人家就说 你这就叫撒狗血 因为旧时啊 旧时认为 你的表演 有个词不叫炉火纯青吗 就是你得恰到好处 一定到位 不能冒 也不能不足啊 不足为之温 什么温呢 得了病 积温 人得温了啊 过火呢 就叫撒狗血 那么跟撒狗血 并着的一个新词啊 这也是我弄了 一阵子才弄明白的 叫撒狗粮 我原来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撒狗粮跟秀恩爱 有什么关系 撒狗血是那一个冒了的事 这撒狗粮是个什么意思呢 那么撒狗粮啊 现在可能是 我想这个词 可能大概是 现在养宠物的人多 你看啊 你家里养一宠物狗 你一天没回去玩 你一下下班 一进来 再给一把狗粮一吃 我们过去狗跟人吃一个饭 现在狗吃狗的饭 人吃人的饭啊 你吃完饭回去 买这个狗粮 拿狗粮为他 所以这叫撒狗粮 一撒狗粮 这狗就高兴 我们一高兴怎么着 朝你咬尾巴 特高兴 所以你知道撒狗粮呢 就变成了一个 妈妈妈妈妈 也不知道 何年何月何时 就变成了一个 俩人秀恩爱的 这样一个特定词汇 那我们再想想啊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狗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狗 真的不多 最有名的就是啸天犬 啸天犬是我们文学中的 一个形象 西游记中也出现过 对不对 第一回就扑倒了孙悟空 是吧 这个后来到63回 又出现了一回 是帮着这个二郎神 制服了九头虫 这个啸天犬 是我们的文学中 第一有名的狗 这是啸天犬 那啸天犬的原型是什么呢 是细犬 粗细的细 细犬是干嘛的呢 是打猎的 就是猎犬 前一段时候 我还跟一个朋友聊这个 他说有人养的特好 有机会我们一块去看看 我特别喜欢 那狗啊 那狗完全都是模特 长得细胳膊细腿 身子特长 弹性特好 跑起来可好看了 据说他时速能达到60公里 60公里什么速度 差不多是人一倍的速度 你想跑他那么快 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跑最快的是猎豹 猎豹据说能跑80多公里时速 当然说时间很短 他不可能坚持住 那么由于这种狗特别瘦 看着特别瘦 有那小腰子这么细 所以叫细犬 清朝入关以后啊 因为清朝本身就 满族人就有狩猎的这个习俗嘛 所以从康熙到乾隆啊 当时每年都是春搜秋显啊 都去打猎 据说啊 当时康熙皇帝狩猎的时候 遇到危险 说一个细犬挺身而出 就救过康熙皇帝的命 所以康熙一出门 就跟自个儿的细犬 形影不离 后来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画师啊 宫廷画师 朗世宁这个 进入这个朝廷以后呢 他是因为朝廷画家嘛 请来的西画画家呢 就以康熙钟爱的 自个儿的这个十个 这个细犬呢 就画了十俊犬图 这个十俊犬图呢 今天藏在故宫博院 他除了里头有一个 叫苍泥的一个藏鳕 藏鳕犬以外 甚至全是这种细犬 或者类细犬 就是很瘦的狗 古人呢 打猎的时候 不喜欢那个 打肥狗啊 你带着藏鳕是打不了猎的 藏鳕你别看 他胸他劲儿大 他跑不快 那狗呢 没那个速度 好你要看 藏鳕要跑起来 那没那么大速度 他跑的就是比我快而已 那么历史上 还有一个狗 比较有名 这狗叫什么呢 叫黄尔 俩耳的黄的 当时晋朝啊 有个诗人 叫陆基 他养了一个狗呢 就叫黄尔 陆基在京城围观 那个京城当时就是洛阳 那时候信息不同啊 不像现在 你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 都成 好久没有家里的信 心里就嘀咕 就担心 担心怎么办呢 就念叨呗 就对着他狗说 说你要能带个书信 跑回家去 跟我探听探听消息 你还能回来吗 那狗听完就是摇头摇摇 很高兴 又点头又哈腰的 哎呦 这陆基说 这狗能听懂我说话吗 马上就写了封信 就装在竹筒子里 就绑在这个黄尔啊 这这狗的脖子上 然后就把狗撒了 这狗啊 很聪明 狗很有意思 狗走多远都能回到家 日夜兼程 星夜赶路 就不停的赶路 然后呢 家人呢 一下就收到这封信了 看到陆基写的信呢 又写了封回信 然后又搁在这个竹筒子里 又挂在狗脖子上 狗就立刻上路 一路翻山越岭的 又往回跑 直奔京城 这个陆基的家乡 跟洛阳之间 隔着好几千里路呢 人要来回走 走上个两三月 半年都不止啊 但这狗就用了二十多天 就跑回来了 所以陆基就特别高兴 你知道过去 古代书信传达 皇家传达 就几个等级嘛 三百里加急 四百里加急 五百里加急 最多到六百里加急 什么叫六百里加急啊 一昼夜二十四小时 跑六百里地 就是今天的三百公里 今天的三百公里 你在高速公路上 就三小时啊 一百公里一小时吗 三小时 那时候要跑一天 跑一天呢 就是驿站 三十里地一换马 一百五十里地一换人 这个一天三百里地 要换两回 人也受不了 那个颠散了 所以过去的这个信息啊 你比如北京到上海 这么近的距离 那往返一下 半个月到二十天 很正常 这还是最快的皇家信息 那皇儿狗跑得快啊 很快就二十多天 一个月之内 跑一往返 给你带来了 家里的信息 这陆基就特别念 惦念这事 你知道古人 获得这个信息的 这个代价太大 所以他就特别 能够铭记在心 这个古诗中 家书底万金 就这意思 一封家信 那底万金啊 所以陆基后来呢 在这个狗死了 这个狗二 这个以后死了以后 在家乡就埋了他 然后呢 这个写了一个碑文 碑文呢 就说皇儿种 这在禁书上是有记载的 皇儿啊 是我们能够查阅古代 到今天的文献资料中呢 就是一个很 就很著名的狗 但是我们对狗的描述并不多 近些年传播的比较 狗的中犬的故事 都是往往在国外啊 比如这个日本有一个 中犬八宫的故事 中犬八宫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1923年 1923年到现在 我看看也95年了啊 就快100年了 那么当时呢 它是一条白色的秋田犬 就日本的图犬啊 那么他出生以后呢 就被东京大学的一个 这个教授啊 这个教授叫上野英三郎 就抱回家中 然后每天呢 这个八宫啊 这个就在这个涩谷车站呢 出口等主人 你想想啊 这事就特温情 你每天 不会有一个人 永远的在等你 狗可以做到 这狗只要活着 它每天都在这个点上等你 就非常的温馨 你都想想象啊 每天出这个火车站的时候 那狗子在旁边 特别高兴地见到你 高高兴兴地 跟着你一块回家 那种温馨的场面是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的 结果到1925年呢 这个很具体的日子是4月21号呢 这教授呢 就在学校突发心脏病 辞世 那他的亲友里呢 就知道这个 这个教授和这个狗之间的 这个关系 有人就把这个 八宫呢 就领养回家 但是这个八宫心目中啊 他的主人就是上野英三郎 所以他每天仍旧从家里出来 风雨无阻地 往返于这个涉谷车站 到点他就去 接不到人 他也会在那等着 这一等 就是整整九年 九年 我们估计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1933年的时候呢 日本的朝日新闻就把这个事给刊登了 1933年呢 距今年也八二多年了 八宫对主人的这种忠诚和眷恋的故事 就传遍了全日本 所以八宫犬呢 就成为忠诚的一个民族象征 你知道 这个日本民族是非常讲究忠诚的 所以他对忠诚文化中的塑造呢 八宫犬算其中一例 到1934年的时候 八宫的这个雕像呢 就建立起来了 然后呢 第二年 就1935年的时候 八宫犬呢 就去世了 死后跟主人葬在一起 这个故事呢 这个你看看啊 从八宫犬去世到现在 也八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八十多年啊 这个狗的忠犬的形象 在日本中流传 几乎人人皆知 我们今天呢 有时听到这个故事呢 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它不可思议呢 它依然是发生了 所以人和狗之间 是有一种超越物种之间的情感 我们的情感都局限于物种之间 比如我只跟人发生情感 我跟动物不发生情感 但当人类文明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人和动物之间 尤其跟你自己豢养的动物之间呢 你会产生情感 你比如我跟我们家的这个猫 我们家的猫 马达福马达柜 马达福先马达柜走的 走的时候我给他 这个找了一个干净的盒子 一个纸盒子 然后家里的人呢 马上就找来 就是一些干净的这个 枕巾啊毛巾啊 给他铺在上面 觉得把它搁在一个盒子里太硬了 给他很软的 找一些铺垫 把它搁进去 我们把这个盒子封上 封上以后呢 我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写了字 就是希望这个 希望马达福呢 陪着我们这段日子是快乐的 希望他在他的这个 这个喵心里也是快乐的 然后我们又给他订了一个箱子 把他下葬 把他下葬 每个人 就是家里的人 都是心里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都这个缓不过来 是因为你跟你换养的动物 是有情感的 你看这些动物 他就是个动物 过去说这都是畜生 我在农村的时候呢 打狗 就是狗怎么不能打 打狗的人 那有的人家里 我记得那个 有的农民在门口 拿着那个铁锹 就说我就是狗 狗就是我 你要打死狗 你先打死我 跟他玩命 那打狗肚子的人 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狗不是你养的 你没有情感 那养狗的人 跟狗之间的情感 是非常深的 那么 我们人类啊 为了自个儿的私欲 在几百年内 培养了这样大多的 你比如我们的成两两 这种加肥猫 是人类培养出来扁的 不建议我们去养这样的猫 这样的猫生活非常的痛苦 它的取悦于人的这个扁脸 是它的畸形 它在生活中 没有那种的流浪猫 我们的中华土猫的快乐 它不舒服 你比如折尔猫 一身的软骨病 不舒服 所以你对它呢 应该更好一点 人类 我们现在都提倡嘛 这个领养 以领养代替购买 让生命不再流浪 不管是流浪猫 还是流浪狗 我们都采取这样一种 社会态度 这种社会态度 实际上是文明发展到 一定高度时候 就一定会出现的 我们也希望 人逐渐要克服自己的私欲 跟我们所有动物呢 共生共荣 狗年到了 我们希望狗年你们行大运 尤其希望祝愿吧 单身狗在这一年快乐的过一年 我们 说了半天 狗了啊 看看这一对 乾隆时期的 细犬 这个 上面用展览泥沾着 防止它万一受伤 我们这猫今天还不错 今天一听说讲狗 它们都比较蔫 在底下啊 蔫着 这是一对细犬 跟狼士宁画的这个 石俊犬图中非常相像 这个是母的 这个是公的 看得很清楚 你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的 它俩不一样 这个母的 有这样 两排 跟大一扣子似的 这个 这种细犬 这种细犬呢 你看 它有肋条骨 看见没有 这上面有肋条骨的表现 肋条骨的表现 这种狗就不能胖了 胖了以后 就不能打猎 也跑不快 这对狗是用白瓷做的 当年这类的瓷雕都是输往欧洲的 但它两个眼睛是用青花点的 这个青花点的狗眼呢 这个非常的清亮 非常生动 我们过去说一句话叫 狗眼看人低 至于狗眼是不是看人低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狗 这对狗我们会开发成商品 会把它做成一对香薰 希望狗年你们能够有机会拥有它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